诸位法师 诸位菩萨 大家早安 阿弥陀佛 很高兴看到今天早上 大家整个身心多显著的 落实多了 也就整个身心安定 沉浅多了 然后每个人都汗流浃背 但是从你们脸上里面 也能够献出你们自己 精进厚的一种身心安定 乃至一种微笑 不像昨天好多人越念越苦瓜脸 其实学佛要从佛法的圣意里面 去真实的受益 还是得要把自己的功夫落实 然后又要把功夫落实 不经过我们讲说一番寒厕苦 拿到梅花蒲笔香 那么确确实实不是只是说我们知道 或者只是心想 说烦恼本空 什么东西不有 那么不要执着放下 哪能够那么简单 说句老实话 修到现在我都还放不下 这是真实的 但是虽然放不下 可是常常还是在努力 这就对了 听懂吗 那么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当然要常常用佛法来照顾自己 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常常在佛光的普照之下 让自己心中的那一个小太阳 也能够怎么样点起来 那就对了 所以说我发觉其实大家应该会从我们这七天里面 会得到很殊胜的受益 就像我小时候最先每天都要做好多事情也好多功课 可我那个事工不知道怎么看我都不顺眼 然后呢每天晚上还要我拜三百拜的佛 我骗你那工作量之大 然后学校功课压力之多 还有作业 你根本都忙到十一二点可能都还做不完 他就要你每天三百拜 每次拜下去的时候 有时候一拜下去怎么样 就睡着了你知道吗 然后起来自己都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分钟 然后呢那时候说句老实话也很乖 自己没有拜三百拜呢不管拜到多晚都会把它拜完 也不敢偷懒 那么但是心里总是抱怨 抱怨说事工真是有够残忍 那么这样子来怎么哭到我 那么所以说心里很难受的很不安的很不舒服的 那可能老儿上看了也只知道有一天就跟我讲故事 他说小儿上小儿上 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聪明还是不够啊 我说当然啊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智慧聪明都还不够 他说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他就讲一个故事 如果你们要知道那故事的内容 我以前的书上有写不讲 那么总之就是老儿上把那故事讲完了以后 哇我信心大发 也是学着那故事里面的小沙咪 天天摆 天天摆 那么真的你心一解开的时候 那么你原来以为是很苦的一件事情 听到吗 原来以为是一件负担的一件事情 就变成了什么 就化成正面的一种力量了 其实那也只不过是一念之间的转过来 原来是负面的思想 可是经过佛法的开导 那你心开一解以后 变成正面的关照的时候 他就变成不是那么苦了 那每天拜的时候 当然当时也没想到什么 这个延起是空 反正着的是像 听懂吗 那每一拜拜下去都是什么 西发菩提心 弟子心朦胧 礼拜观世音 求聪明 拜智慧 南无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每次念完就拜一拜 念完就拜一拜 就一直想什么时候 还好我们那时候文化馆 也没有观世音菩萨是占的 因为我们的文化馆就是 前面就是一尊卧佛 还有一尊释迦佛 当然想象不出说 原来的故事里面 小和尚是念到观世音菩萨 手都会动 那我当然也看不到有观世音菩萨可以手动 可是心里想 不管他有没有像 至少呢 那么这样拜 一定观世音菩萨怎么样 一定就会知道 所以越拜越怎么样 越发心越发心 果然真的有没有效 很有效 真的很有效 所以说当自己在当小和尚的时候 虽然功课作业什么都非常多 但是呢 我们讲说当自己的聪明智慧一展开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东西你很快就真的可以了解 然后可以记得起来 就觉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说很多我就讲 对佛法的这个信心 跟这个我们讲说真正的力量 都是在比较幼年的时候 就是包括我当小沙蜜的时候就建立起来 那种建立起来的 他就很单纯 然后也很真切 听懂吗 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生命走过来的 所以说他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心 不会退 你就深信 佛菩萨就是那么灵感 佛菩萨就是那么的好 佛菩萨就是那么的慈悲 所以有了这样的信心的时候 虽然说以后成长的过程中 经历了非常多的我们讲说 深信自己的灾难病痛 但是对于我们讲说佛菩萨的信心 且怎么样 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所以我希望说诸位 那么佛法的修行从两方面可以进入 一个叫做心解脱 一个叫慧解脱 又有一个叫做信入者 一个叫什么慧入者 那么从信入的人呢 就是要真切的 我们讲说尤其是我们念佛法满或者禅禅 首先就要深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什么 佛性是跟佛无我无别的 然后本来是清净的 本来是阅满的 这样你念佛才有效 听懂吗 我是不是第一天就讲说要称心相应 那么一定是什么 深信相信说我们虽然现在是凡夫 可是我们所记住一切的什么 前场的所有的智慧 总之一切因缘跟佛是无我无别的 只要假仪时日 我们怎么样 去努力 去精进 去用功 一定怎么样 就可以相应 所以说念佛或者禅禅 只不过是什么 假仪时日的一个手段 跟方法 只要你走上 踏上修行的这一条路以后 那么不管迟或者快 那么总有一天还是怎么样 会毕竟成佛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因 本来就是如此 那也就是因本来就已经记住了 那是如何在未来的过程之中 你借着种种的因缘 使他怎么样再茁壮起来 那就对了 所以说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样的深信 那么因此在用功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掉落在什么 自己的 觉得自己懦弱 觉得自己烦恼好多 觉得自己没有智慧 就都不要这样想 听到吗 但是也不要否定说他的存在 要知道说这些只是暂时的 因此只要我精进去努力 那么就本来是不由的 他不是真实的存在 他只不过是因缘的 然后因为我自己心里 去执着他 去计较他 放舍不下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苦 如果说智慧一起了 那这些也就不见了 那智慧怎么起 也就是说我们修行的目标 是要我们开智慧 不是在我们说 如何去把那个烦恼 一一的怎么样 去把他当作很真实 然后有真实的敌人 你要跟着他去什么 拼搏 明白吗 就是说现在你所看到的一切 这些痛苦烦恼什么那些 你要首先要深信 说他不是死友的 因此不要把他当作 死友的敌人 去跟他怎么样 搏杀 那你现在要做的努力是什么 只要开你的智慧就可以了 听到吗 眼睛真正的发眼一开的时候 那么一切的无名 一切的烦恼 一切的颠倒 当下怎么样 就顿除 所以不必对你眼前 暂时的这些烦恼 或者痛苦种种的一切 你都放舍不下 所以念佛的时候 自己就一心一意地求佛菩萨怎么样 消我的业障 开我的智慧 让我怎么样 这个当然都很对 可是怎么样 就已经掉在什么 痛苦的向上了 就刚才我讲的 是负面的思想的 负面的观念 听到吗 我们也不是RQ说否定有这些存在 但是我们要正面的思想 认知说 所有的努力不是要去消除这些 不是要跟它对打 而是当智慧升起来的时候 就好像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黑暗就不见了 所以说努力 不管是念佛或者参禅 只要达到你能够怎么样 真正做到 说自心一处 然后呢 身心真正地进入到安宁 也就是说 好像《冷言经》里面讲的 水本来很浑浊 动着它的时候 它那个什么 浊水会不会往下沉 不会 你只要怎么样 保持它的那个安定 那慢慢的着水怎么样 杂质就往下沉 上面是不是就有清水 那么虽然是暂时的这样清 可是底下的泥 我们还没有怎么样除掉 所以说进一步的什么 当心安定下来的时候 我们一用智慧 把那底下的泥怎么样 也除掉 那就对了 所以说 我们现在 例如说叫你拜佛 叫你念佛 如果你能够当下观照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那当下就相应到 什么 说不仅水是本来是清净的 水不洗水 沉不染沉 那么如果从这样子 当下来观照 那当然是可以 可是如果说我们 现在自己身心状况 还没有办法 升起这样的智慧的时候 你就先从什么 先从身心的安定 然后再到达什么 当这个杂质沉淀下来的时候 你就怎么样 把这个杂质怎么样 去除掉 所以说不管是哪一方面 都要借着什么 我们讲说实际的功夫去落实 所以说功夫的落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听到吗 但是功夫的落实不是说我要去得到什么 或者我能够具足什么 或者拥有什么 那么才可以去怎么样 消除什么 消除什么 这样明白吗 千万都不要这样想 这样想就是不跟我们怎么样 原来的清净心相应 清净心告诉你说 本来是无形无相 乃至于没有任何的 我们讲说动摇生灭来气 所以说保持这样的观 这个就叫很重要的观 修行 如果说我们不能用这个正观 这样的正观来用功 你掉落在身心相来用功 这都不叫做真正的正观 甚至于严格说起来叫做邪观 为什么不正确的心态去用功呢 往往有时候会很辛苦的 所以说现在 例如说我说你们进步了 你们身心更加安定了 那你就不要掉在这个相上 你只要知道说确实有这样的过程 有这样的感受 那就继续怎么样 照着这方法一直去用功 不管你是念佛 或者说一面在拜的时候去参 拜佛的是谁 究竟是谁 或者你念佛的时候 能念的这个佛是谁 是什么东西 也就是你所念的佛 或者能念的这个佛的这个人是谁 都可以 只要把你的什么 那个心 远离了一切分别 远离了一切启舍 然后只是老实的 很本分的 在现前的这一件事上 去如实的专心 如实的用功 那就叫做真正的正修 然后正修的时候 配合什么 真正的关照 也就知道 本质清净 本质如如 那么一切相 都知道有这样的生灭相 可是不去怎么样 攀岩它 那这就叫做正观 以及正修 这就非常非常重要 否则 我们大多数的人用功 落在什么 落在外道的赤地禅法 乃至于身闻圣的什么 起色 取这个色 然后再来灭色 达到说身心的安定 那么以这样的方式来用功 都不是我们讲说 大圣的佛法的修行 大圣佛法的修行 要直观我们自己 亲近的本体来用功 明白吗 这非常重要 听懂吗 不管参加那个 南传的内观法 或者什么修法 那么他们一定是在 什么东西上面去用功 身心上面去用功 听懂吗 然后去观照 观照这些身心 所有的生灭相 然后再从这些生灭相里面 告诉自己 这些生灭相不究竟实有 因此当下什么 是空的 是无我的 是无常的 他必须从这样一步一步来 那我们大圣佛法的用功 早就已经告诉你 诸法既然是延起 是不是就不必再一步一步 去观照他的生灭相 明白吗 你要不要再进一步的 去观照他 知道了 那么当下就舍 这就叫做剥弱直观 就叫做照见五蕴皆空 一照下去 当下诸法的实相 你就知道了 叫做本质空极 本质不有 虽生灭灭 但是生灭的当下 怎么样 就是空极的 就是解脱的 就是自在的 虽然你还没有证得 可是佛已经替你证得了 你要从这样去观 所以这就叫做观 听懂吗 所以说修行一定要从这里 记住了这样子的 政治界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之中 从世上去相应于我们自己理上的 这个了解 那么达到我们讲说 事理的一如 例如说 你在工作的时候 在扫地的时候 你当然清清楚楚知道 你现在在扫 明白吗 你也知道这个地 大约有多宽 有多大 哪些地方是特别这样的 你就应该多用心一点去查 那么至于说 你认知的干净不干净 其实都不要去做这样的分别 你就是怎么从头 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扫过来 但是要掌握住 就是说 例如说我们出坡 还有每天的生活里面 是不是每一个事情 都要做一个很好的去分配 那你在某一个时间一段里面 必须完成什么事 你要先了解 然后呢 在进行这一件事的时候 就是潜心潜意的什么 投注在那上面 不要以为说 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有的人问说 那我在打扫的时候怎么念佛啊 不要把那个佛字 当作是一个实际的形象 听懂吗 首先我们讲说 先不要去说他佛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就从自信一处来讲 我们就只是沿这个法 使得我们的心先安定 这是第一个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叫你专心念 专心念 首先就是使得你的心 能够关注在这个声音上面 然后使得心 慢慢沉浅下来 然后念这个佛的时候 你当下要知道 所谓的佛 本来是不生灭 不生死 不来气 是如入的 所以既然是佛 那么我跟佛也就无仰无别 因此在生命的当下的时候 你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相应到这样 才叫做念佛 明白吗 要相应到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观照 这样种种的作为 才叫真正是在念佛 否则你这样打妄想 你不要说 我嘴巴在念佛 只要你诺到 有一个身心向 有得失向里面 都不叫真正的佛了 所以说 当你在扫地的时候 你就只是怎么样 清楚明白说 你在扫地 也知道 要怎么去扫 明白吗 但是 扫的过程中 不掉落在任何的什么 分别里面 然后心没有任何的贪取 那么做完 怎么样 也不去计较 说 哇 我终于做完了 嗯 好了不起啊 怎么样 听懂吗 那你说 我们哪能做到这个呢 常常也会有沾沾自喜 有没有 那其实 我们讲说 自己 从事一件事情以后 那么身心的一个安定 跟落实 其实就是一个 最大的回报了 那沾沾自喜 当然可以 可是不要一直掉落 在这个向上 也就是说 现在你们修行 你们如果很认真的去 你就可以发觉 今天 你是不是比昨天 身心更安定了 更落实了 当然自己有这份感受 就会给自己一分的什么 鼓励 还有会替自己拍拍手 对不对 但是不要 就说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那就一直掉在这里 嗯 那就不对 也只不过认清说 哦 原来什么 只要这样的进行 这样的努力 就能够真正使身心安定 因此 把禅堂里面 所教你们的方法 你就要用到 生活实实的观照 来用功 这才叫做 真正进禅堂来禅修啊 否则你如果只是 把说这七天 来到这里 身心是什么一个现状 然后就以这里的成绩 作为什么 作为说你来参加 来念佛 或来打七的什么 一个成绩 那就可怜了 世间的种种一切 是以成绩 以得失 以好坏 来作为什么 平等 而我们这里不是 我们这里是 你根本都无所求 也无所得 但是只清楚明白 说在原来的 这个方法上面 我如何在禅堂 是使得我自己身心 能够进入到这样的安定 然后进入到 有这样的一份灵解 然后这一份的方法 这一份的过程 有没有确实的 其实跟他怎么样 很踏实的相应 然后如果很踏实的相应 出了禅堂 任何的一个境界来临的时候 你都该用这种方式怎么样 去面对他 去面对他 处理他 那才叫做真正的修行 所以师父常常跟我们讲 说修行其实只注意什么 在那过程的什么 努力 是不是 那你如果掉在有一个努力项里面 那还是落在项 这意思 就在过程里面的努力 也就是说 每一分每一秒 你很进行 活在当下 听到吗 清主明白该怎么去做 该怎么去进行 这就叫努力 千万不要又落在有一个努力项 明白吗 有那个项产生的时候 你就会很执着 就会以为是该这样的修 有的人认为说 在禅堂里面这样精进拜佛 使得你的身心安定以后 他就以为只有在禅堂拜佛 才叫精进 因此叫他怎么样 去外面出坡的时候 他就认为是打岔 是不是 这是不是就掉在项里面了 你就要了解 所谓的念佛的过程 原来是我心 专心听 专心念的时候 身心安定下来 那么这样的力量 是来自于专心的念 专心的听 所以说 在生活的各种的事物 人士的对待 以及处理下 我们是不是也该用这样的态度 用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你就无时无地 保持一个身心的安定 是不是 然后呢 你在念佛的时候 业势无所取着 有没有 不贪求 不着什么 反而自己怎么样 好像 业能够怎么样 体验更多 更深 所以你自己就在 日常的 事事物的进行之中 也要怎么样 这样认真的去做就好了 那么至于说 结果会怎样 你如果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用最好的心 最精进的态度去做 每一分的当下 其实就叫结果了 明白吗 不要等到最后的 才叫结果 要明白 所有的所有的 一切的结果 是不是从每一分每一秒的阴言 一直后来形成的 明白吗 是不是每分每秒 这个阴言 越往散的去 它就有好的结果 如果每分每秒的阴言 往不好的 是不是就有坏的结果 所以说 其实从那个 每一分每秒的 那个当下 其实是不是 就是它的果 明白吗 所以那一个果 你只要当下 掌握住了 那你就不必去 期待说 未来的果是什么 因为未来的果 它呈现出来的 就是最适合什么 这样的阴言 呈现出来的果了 明白吗 不必用你 原来过程之中 我们以前是掉落在 自己的妄想分别里面 总期盼着说 这样的努力 应该会有什么 更好的收获跟结局 那是你的妄想 听懂吗 那你如果只要 把握着念念当下 你是真正的尽心 真正的努力 当下这个阴言 也就是当下的这个果 听懂吗 所以当下的阴言 是清净的 它刹那的果 也必然是清净的 那么一直到 我们讲说 如果是一期的 一期的生命 是不是每一个当下 都是圆满的 因果 是不是到最后 也叫做圆满的 因果 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 听懂吗 很多人的修行 不善于把握这样子 所以修起来 就是很吃力 严格讲起来 都叫盲修下恋 所以说 如果你们掌握住 这样子的 在乎不在乎说 你是念多少佛 做多少时间 有没有在乎说 你在哪个场合 才叫做精净 或哪个场合 就叫懈怠 不是 听懂吗 而是每个场合的时候 你都知道 用你现前当下的 这个所谓的正观 配合你现在真正的什么 那么照顾现前的 这一念的努力 这就叫正行 真正的正观以及正行 那一定怎么样 就有什么 就有真正的正跟果 所以我们叫教理行政 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这四个 教理行政 刚才我们讲的 就教里面告诉我们 真实的理 就是我告诉你说 什么叫正观 正观就是理 那么配合我们 老实修行的去修 有没有 步步踏实 但是步步都没有离开 真正的正观 那么没有落在 向上的种种贪求 我就说 刹那的因果是这样 最后的果 是不是正的果 也必然是怎么样 也必然是圆满的 这样明白吗 所以说要不要等到 说你口气不来的时候 才知道你要去西方 那太慢了 我告诉你 作为一个真正修行者 时时刻刻都要体验到 你的身心生命不离佛 常常在诸佛彼护之下 常常身心所处的一切 所见的一切 都叫做净土的庄园 所见到的人 都叫做诸善知识 聚会一处 心里所涌现出来的 这些法 都叫做什么 念佛念法 念生的这些什么 教理 听懂吗 你说那好难 一点都不难 只要你自己 照着这样的去观照 去用功 绝对可以得到 真实的力量 但是不要说 听我讲的这些以后 满脑子就是这些思想 不必去想它 只要你很老实 本分的 那么一直用功下去 就是念念 真的都跟佛来相应 能够做到一念念佛 就叫做一念佛 那么念念念佛 就叫什么 念念佛 是不是 什么叫做一念念佛 起这个佛号声的时候 叫你专一听有没有 认真听有没有 然后用心去观照有没有 是不是定会都在这里面了 那么定会一起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 原来这一念 就是当下是清净的 是如如的 所以既然是清净如如的 是不是这一念 就跟佛无外无别 那么如果念念 一直保护这样下去 那么念念都是佛 那念念都是佛 那就对了嘛 佛告诉我们说 其灾其灾一切众生 皆既有如来智慧得上 你就相应了吧 所以净土是在哪里 净土就在你脚下踏的 这个地方 就在你眼耳鼻耳舌身 接触的这个地方 所有的一切人 都叫诸善知识 所有一切人 都叫做什么 现前当下的佛 还不见得是当来的佛 听到吗 现前当下的佛 你要有这样真实的体悟 这样的修行 不管你是参禅 还是念佛 才能真实的相应 明白不明白 修行 如果没有一眼 作为我们自己 往前走的一个 重要的东西的话 你瞎眼 自己往前走 前面有什么危险 你都不知道 是很可怕的 然后也找不到 真正的方向 如果只有眼 然后不去走 也逃离不出这个火载 明白吗 所以说 我希望大家的用功 来到我们法果山 来到哉民市 我说你们就是 最棒的一群 也是最幸福的一群 说句很难听的 能够用这样的方法 教你们的其他的道场 跟实验还真的不多 是不是 就只有我们法果山的师父 是因为秉承着 家师所教的一切 所以才会有这些 观跟行 就定会 要不二的 当下的去努力 而且不离生活 不离我们所处的一切 在殿堂里面 努力过程的 这些体验 用在生命的生活里面 去怎么样 去落实 然后以生命体验 落实 恢复到修行上面 化成变什么 对圣教的什么 护法 以及对众生的什么 照顾 听懂吗 那就是智慧跟慈悲的流露 所以说一定要有这样子 我们才叫做什么 真实严满的修行 虽然是延续着 前两天的东西 但是希望大家 一定要从这边记住 听懂吗 不在乎你能真的 一天拜多少 或者一天念多少 重要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念念相应到 这样的真实的方法 那么为什么要你 又念这么多 又拜这么多 这是因为我们的习气太重 容易怎么样 被外境迁跑 然后我们所记住的 这个正知见呢 很脆弱 所以只能借着 什么 借着这样的方式 替他建筑起什么 例如说 我们以前的蜡烛 如果外面没有保护的东西 是不是风一来 就容易吹坏 但是有一种 叫做气死风灯 什么叫气死风灯 就把那个风要气死他 其实是什么 其实就加了玻璃灶 听懂吗 所以说我们 拜佛 认真的拜 要拜这么多 其实怎么样 是要气死我们的什么 无始以才的习气 听懂吗 明白不明白 所以说你念念 不要只是拙在向上 那结果那个习气没有气死 你自己先气死的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拙在向上的时候 你的习气没有掉 反而怎么样 增加更多的我向 明白吗 所以说用功的时候 念念怎么样 还是要相应在正观里面 有正观的时候去修 那就对了 然后每一个修的过程 记住正观 然后又有观 又有什么行 就叫做定慧不二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中国大圣的 不管是如来禅 或者祖师禅 都怎么样 告诉我们要定慧不二 听懂吗 那定慧不二 是如来禅讲的 那如果是祖师禅 更厉害 连定慧都不讲 叫做直指人心 你当下就是佛 你就去承担 听懂吗 那更快速 所以说现在 你们用的方式 我们讲说念佛禅 一面念佛 一面又有禅 也就是没念当下 用清静心来念佛 听懂吗 然后用清静心来 观照自己本心 跟欧密佛佛的艳丽 跟欧密佛佛的智慧 跟欧密佛的慈悲 无二 然后呢 自己真正的相应到 说能够做到 自己的艳心 悲心 智慧跟佛 无二无别的时候 就叫做真正的念佛 明白吗 所以说 当我们自己相应到佛 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自己未来的净土 每一个佛都有未来的净土 听懂吗 也就是我们这些未来佛 都有将来都有 你们什么 未来的净土 那么你能够 从现在 这样的观照起 你未来的净土 就再怎么样 渐渐渐渐的庄严起来 听懂吗 因为你的心 已经相应到 我们讲说像弥陀极乐的世界的净土 一样怎么样 在庄严着 所以说你要自己深信 说这样的用功 其实就是使得我们自己的智慧 使得我们自己的慈悲 就可以像奥弥陀佛一样怎么样 有那个智慧 还有那个福德 听懂吗 无量寿 寿其实就代表福德 他的福德怎么样 可以去利益更多的人 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说你就不必去担心说 我什么时候才会成就 我告诉你 师父就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 他说原来他来到台湾的时候 是个阿兵哥 有没有看过师父自传里面 在那个南部当阿兵哥的时候 有没有裤子穿 有 只有内裤 是不是 真的只有内裤 我骗你 然后头上是什么 顶着一个草莉 然后身上是打赤膊的 还是有一件内衣 我忘记的 那个照片 很绝 那时候来到台湾的这些阿兵哥 在凤山那边受训 很穷啊 听懂吗 连个我们讲说 现在的阿兵哥所拥有的裤子 衣服都几乎没有 就只有内裤 顶多了不起是这样 然后其他的 如果是法师来到台湾的时候 那个主人老上就跟我讲 他们刚来台湾的时候都可怜 你知道吗 就只有这一生逃过来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就是把里面的内衣裤洗掉 然后呢 只穿什么 外裤 外衣啦 那么那个长衫或者棉被盖一下 那么里面的东西才拿去洗 里面的就包括 其实是外裤啦 还有这个 里面的汉衫或者短衣 然后呢 那个长衫 那么晚上的时候呢 有时候当然白天也可以洗啦 那么里面的没有怎么办 只有睡觉的时候之前就把它洗掉 然后怎么光着身体 抖进棉被里面睡觉 其实这个 这个在戒例里面也是犯法 但是他说为什么这样 因为没有第二套 你总不能一直不换洗啊 听到吗 而且台湾又这么热 他们刚来的时候 一天呢 早就湿透了 那你说晚上不洗 那简直 没有办法 那洗了 没有第二件 真的没有第二件 那当时的环境是这样 可是我们家 一个身无所有的 到最后拥有什么 才是最多 听到吗 这就是什么 当你有修行的时候 福德 智慧 就会因为你修行 就显现出来 不是积累的 听到吗 如果是积累的话 你说积累什么 不是 是因为真正智慧 本来就有了 你越修行的时候 那个光怎么样 就越来越亮 那么原来的福德 就会慢慢越显 越记住 所以说你们也都不必怕 自己没有智慧 没有福德 只要担心说 自己不会修 不肯去修 如果知道怎么去修 然后又肯去修 保证都没有问题 要深信这个 这就叫真正的信 然后就有真正的观 然后又有真正的实修 所以以前的老二上说 如果你们这样真实修 还不能成就的话 把我脑袋砍净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大家 师父跟我们 是不是一样 都是变成一口人 是不是 他有没有多两双眼睛 或者多两只脚 或者多两双手 有没有 没有嘛 对不对 那他是不是天生就是圣人 虽然他叫圣言 但是他也不是天生圣人 对不对 那可见是什么 也都是怎么样 真正努力得来的 可是努力得来的 不是像我们世间人 说我会打拼 要去脚 要去怎么 才可以得来 不对 佛法的观念 刚好相反 努力是为了什么 放下更多 抛弃更多 原来的什么 一切的执着跟分别 这才叫真正的修 所以完全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们做功德 以为说 无名是功德更大 师父无名是功德更大 那就不对 你如果认为 有一个更大的 那就不对 所以就随言 所以师父就讲 以前说 做佛像 底下要写名字 说哪一尊是你的 但是佛像还好 不多 那么以前我们法古山 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说 每一个砖 每一个瓦 那每一个瓦的 就不得了 你说要写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 那就没有这么多的人力 因此后来师父 跟大家讲说 不是骗你们的 因为写上名字的话 你的功德 就在那一个砖上面 就在那一个瓦上面 如果不写 每一块砖都是你的 是不是 所以说变成无相的时候 怎么样 反而所有的都是你 是不是 听懂吗 所以说来点灯也是 真正的点灯赔福 是要点起你心里的 那个智慧灯才是真正的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功德法财 贡献出去 这所有的地方的灯 是不是都叫点灯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有趣 那么请大家说 受佛像的功德 大家会做 如果说请大家去盖厕所 这当然都是 我们刚开始是着相 那我们可以不着 听懂吗 因为心里都有 这才是真正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会观的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观 无量寿经的观 就是这个就叫正观 如果你掉落在别的方法 就叫做邪观 那好 我们今天 我不是跟大家讲经 我们现在是要 用观无量寿经 来知道我们 怎么样真正来念佛 念佛我们一定要照 经教里面的指导 例如说 在以前的道措 坦然 乃至于说 我们讲说 善导 在这个时代 他们这几位 跟慧眼大师的念佛 是不一样 慧眼大师的如山念佛 是以我们讲说 以一行三昧为主 听懂吗 那么也就是说 以修什么 信念念佛的方式为主 以及什么 我们讲说观像 或者观想的方式 来作为真正的修行 严格说起来 比较配合我们 净土三经 或者五经的用功 那么后期我们讲说 为什么发展成 变成专门一记佛号 就记住了一切 那是因为我们讲说 当时的这个 坦然大师 以及道措 处在的时代 刚好是什么 我们讲就是 东晋灭亡以后是什么 东晋灭亡以后 有什么战争 对嘛 五胡乱华 听懂吗 那么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那么又有什么 又有这个魏跟晋的什么 其实晋是串魏 但是呢 因为曹操他们 也是把那汉朝 东汉的那几个地 都是幼地 把他掌握在手中 尤其是我们讲的 曹操 曹阿满 结果后来司马司 掌前的时候 也把他们曹家的几个子孙 也是搞得实气活来 一报还一报 所以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其实是这个我们讲说很可怜的 那么到了东晋 那更是糟糕 就是整个中原的 我们讲说家族就已经迁到江东 那么常常呢 有这个北方就是五胡十六国 那五胡十六国呢 那么是以北方的这个益族 那么文化水准很低 常常喜欢动辄杀人 那么还有以轻蔽这个国土 然后满足自己的私心为目的 所以说当时我们讲说 坦卵跟道措他们处的地方 就是正式在什么 黄河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的山西 那所以说不仅我们讲说 常常老百姓生命遭不保夕 甚至连怎么死自己都不晓得 听到吗 那如果是王公贵城呢 也是一样 从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只要你沾上一些 所谓的王室或什么 看起来好像很好 但是事实上怎么样 常常不是皇帝害怕你 然后就把你们家族诛灭 就是怎么样 有些义承 就是为勇兵自重 然后又来攻打这个王室 然后造成怎么样 经常不安 然后又有义主怎么样 常常又攻打过来 所以当时的老百姓 真的是非常可怜 然后在我们中国最出名的 三五一宗的灭佛 就在道错跟坛乱的时候 就已经真实的发生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在中国很出名的 叫做西平石经 这个石经不是我们佛教的 是儒家的 儒家的就那么几本经 你看也都害怕在战争里面 会消灭 所以把它磕在石头上 所以我们中国 那么也就是说 有一位祖师 他就是现在在河北防山的 那个地方 也是发心发愿怎么样 叫大家出钱 然后磕金 磕在石头上面 然后才埋在什么 石洞里面 比敦煌的还要早期 就是在魏晋南北朝 乃至一直到后来 到水塘都还继续有人 那么里面的金 存的非常非常多 字都是非常非常大 那么现在中共他们 去把它整理过来 那么保持的不少 那你就可以知道 在那个什么 我们讲说战争 战争有没有办法修行 连出家人也没有办法修行 佛像也没有 经典也没有 因此要使得老百姓 在生命这么不安定之下 能够得到一种 生命真实的安定 你能不能跟他讲心说教 都没有 只有一句什么 佛号是不是最好 然后佛号的地方 只要你走到哪地方 大家在一起 要不要佛像 要不要房子 要不要什么 就不需要 专心的念 专心的摆 就会产生非常多的什么 不可思议的感动的力量 因此这样的宗教情操 也容易建立 那宗教的经验 也容易怎么样培养 然后宗教不可思议的什么 我们讲说感应 也可以显现 所以例如说像道措谭兰大师 他们一念佛 就是嘴巴里面就出光 那有的甚至于 嘴巴念佛的时候 光中里面还有佛出现 大家都看得了 听懂吗 是所有语会的人都看得到 然后很多人一起来 念佛的时候 身心都得到真实的感应 所以一季级流亡的那些人 身心很不安 大家都带着自己的七贱儿女 财产 然后以及吃的 就跟随这几个大师 四处 一方面逃命 一方面就怎么样 找安乐土 一方面就继续修行 因为像这些苦恼的人 不是像他们以前 大家族的 有兵马嘛 有车队 可以怎么样 逃离得很快 那一般老百姓有谁保护啊 就没有啊 但是是不是一样要命 那么因此就形成了什么 我们讲说这一大师 就带着大家 躲到比较怎么样 战争不会来临的 波及的地方 那一面自己肯农啊 然后一面念佛 一面这样修 然后也使得当时很多很多人 得到真实的感动 所以我们就讲 包括禅宗 以及净土宗 真正的流传管大起来 就是在什么 我们讲说三五一宗的 这样的彻底的灭佛 使得末法时代的 这种思想怎么样 观念落实下来 所以生命需要救济 是不是都一样 不管哪个年代 尤其是夜战争的时候 越需要 所以因此就不注重 经教义礼的研读 然后比较注重 真正的实修的救济 所以因此就变成什么 我们讲说专心念佛 甚至于我们讲说 这个弥陀的四十八宴里面 我们看 例如说 这些大师把他 第十八宴说叫做燕王 若人怎么样 发心 要称念我名 然后发生心净土者 若不得遂 怎么样 我就事不成佛 是不是 一念乃至实念嘛 但是这样的一念乃至实念 是讲说用念佛吗 我们中国很多的这个念 其实意思是怎么样 就是只要你 只要刹那想说 我想去 只要一想说 我想去 短到怎么样 从一念到实念 这样子你就可以去了 所以这个叫念 听懂吗 例如说 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 妈妈要去哪边玩 我们说 妈妈我也要跟 那如果这样一句 是不是也就是代表了 你要去 跟着去 然后如果 怕妈妈没有听到 妈我也要跟 妈我也要跟 那个心 多延长一点 也叫 所以说里面有没有说 他四十八宴 哪一个是燕王 有没有说 一定要持名念佛 反而持名念佛 是在小本欧弥陀经里面 才有讲到 然后每一个燕 也没有说所谓的燕王 例如说 在以前古代 那么念佛 就以为说 一念 专心念佛就可以 然后呢 念佛就要怎么样 求生西方 然后怎么样 目西方的好 然后燕离沙婆 要有这样的心 那么其实跟我们 现在时代都不太相应 那我们如何还原 真正的什么 念佛法门的一个真相 然后以配合 我们现在时代 我们现在时代 有没有在战争里面 也没有嘛 还有 是不是末法 哪里是末法 现在佛法流行的更好 对不对 更多人修行 那修行就好了 管他能不能正道 听懂吗 所以说禅宗教 只论见性 不论什么 禅定解脱 听懂吗 因为毕竟就是解脱的 心性本来就是无染的 所以毕竟就是解脱 然后未来也一定会解脱嘛 听懂吗 所以说只要你现在 见到诸法的实相就对了 那么一定 现在本来是解脱 未来也必定会解脱 所以说 例如说 欧弥陀佛的净土 只要你这里心心 是这样的相应 念念是这样的相应 那当然 就是已经求生净土了 所以至于西方净土说什么 黄金铺地什么那些 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是要这样的心气 你就比天都还不如 为什么 天人的福报 他们所看的一切 天人看我们这个河 就像琉璃一样 听懂吗 那天人是不是天一 就自主啊 听懂吗 要有一就一 要有十就十 然后他们的宫殿也是随时的 然后所有的一切庄严 也都是随时的 那么一界还有男女相 到了色界 连男女相也没有了 那你说 如果你只是为了西方 极乐世界的美好 然后去这样去 那你相应得到吗 连三界你都出不了 还要去净土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如何真正的 还原到 真实的弥陀净土 来用功 这就是很根本 所以说下一支箱 那么我们会来讲 这个光无量寿经的 有净土法门 是什么因言升起 那里面要怎么修 因为 奥弥陀经告诉我们 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言 对不对 这就表示我们必须要 从这边去下手了 然后还要怎么样 还要真正的专修 什么叫专修 做一日或二日 怎么样 专心一意的用功 平常 要不可以缺少 善根福德 那么专修的时候 要更加的精进 更加的卖力 所以这个就是要正行 跟住行都不可缺少 那我们会慢慢 再跟大家来谈 我们休息活 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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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